在生活或者工作中,总会遇到一些你讨厌的人或者领导。 今天教大家用万年重教训一下你讨厌的人。 首先,你要对你讨厌人的电脑有控制权限。 如果系统设置了登录密码,你就看我出的一期短视频破解Win11登录密码。 把登录密码破解后登录系统,快速地在桌面新建一个记事本。 把说明栏中关闭Windows11任务栏时间显示的脚本复制到记事本中保存。 修改记事本后罪名,改为.rack双击运行。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,输入视频中的命令,回车,然后退出Windows系统。 重启电脑,系统将会进入编辑启动选项。 在启动向编辑界面,找到最后一行,输入页等于4个9,回车。 电脑开机后,右下角无时间显示,这是为了躲避你讨厌的人排查系统故障。 这二万年从慢慢折磨你讨厌的人,你就在一旁当个看客,静静地享受他被折磨得快乐吧。 视频中用到的所有命令,我已经放说明栏例,仅供学习参考。 我是台妹小林,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,欢迎点赞,关注评论,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